美团从来不是一家传统的互联网企业 美团从来不是一家传统的互联网企业 王鑫说 美团在配送网络和零售业务上投入巨大 美团从来不会追求短期的盈利 我们更为关注提供长期价值 创造社会产出 帮助人们吃住的更好 美团CF欧产少会在电话会议中指出 该行业的本地商家数量达1400万 美团只渗透了240万家非酒店付费商家 预计未来5年平均每年的增长率将超过25% 总体而言 由于最近出台的监管意见以及季节性因素 美团优选出现了一些运营上的波动 但是我们对业务的健康增长保持积极态度 感谢观看